一到逢年过节就会有很多的同学聚会 同窗十多载 一直是人们心中的刻骨铭心的青春回忆 令人魂牵梦绕 但是现在的同学聚会越来越妖魔化 世俗化 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会觉得不去参加 至少还有一份美好的回忆 去参加就连那份美好的回忆都没有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同学聚会 那四种丑陋的事情 第一 出轨偷欢 参加同学聚会的大多都是一些七零和八零后 这个阶段的男男女女 大多都在经历着婚姻的七年滋养 对婚姻的无奈 对另一半的不满 婚姻进入最危险的阶段 这个时候同学聚会 青春时代找恋的 暗恋的 没有追上的梦中人 再次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怎能不让饱受婚姻摧残的男男女女 重新燃起爱情的火苗 再加上一些无聊人的起哄 如果对方也过得不尽人意 出轨 偷人的事情就顺理成章的发生 最可悲的是还打着爱的名义 第二 攀比炫富 现在的同学聚会 越来越没了 当年和存真 更多的意义在于炫耀吹嘘 一般都是有钱的 有权的坐在了一起 因为有话聊啊 那么很自然的 那些普通的混得不怎样的 没钱的就自然而然的坐在了一起 喝酒吃饭亲间 大家都拼命的拿出自己的财力去炫耀 比车子 比房子 有的甚至比老婆 好好的同学聚会 已经被世俗所浸染 还有有点小钱的男人 甚至会故意在初恋面前显摆 弥补当年的心理失衡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重步不联系的 甚至关系差的 现在也开始因为种种利益之类的 开始逢场作戏 开始熟络起来 再也找不回上学时的纯真 第三 有些姿色的女生 这回要找个机会露脸 一定会在脸上惊描细目 衣柜里千挑万选 如果是提前知道消息的 说不定还要饿上几天 看到当初追自己却没有答应的男人 如今却飞黄腾达 腰缠万贯 后悔万分 于是就会回到家 去抱怨自己老公的无能 自己多么委屈 从而导致吵架 甚至分手或者离婚 第四 拉关系 同学中有的混得好 也有的混得不如意的 这年头做什么不需要关系 事业不顺心的男人 就开始拉关系 求帮助 惨媚的笑脸 喊一句老同学帮帮忙 行个方便 毕竟大家同学一场 女人则仗着自己 还有几分姿色 就魅惑自己的同学 就为了能让自己的事业 顺风顺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